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考虑到民众接受的程度 然后他了解的程度 然后他配合的程度 帮他去设想 怎么让他省市 省钱 省时 省力 然后又能够如期的完成这些服务的工作 我觉得只有这样子 那我们在瑞士洛杉矶的这个评比 才不会只有冷冰冰的数字 像2011年 全世界的竞争力 从去年的第八变成今年第六 前年是二十三 一举去年进到第八名 今年再进到六名 可是政府的效能 不可能花都开得那么闲艳 十七年来 我们去年的政府效能最好居全球第六 今年突兀了 推到第十名 虽然是十七年来 全球成绩第二好 可是终究是退步 退步我们就要找年明 我们都要虚心的改进 力求更上成了 这就是我们政府的基本 人家讲的指出了我们的缺点 我们政府就要精益求精 好还要更好 何况有些我们的确还做得不好 或者不够好 我们一定要再继续加把精 把它再改善到 让民众得到更好更多的服务 这是今天为政府服务的奖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这个对我们政府机关来讲 为民服务能够真诚 能够讲究效率 能够有同理性 我觉得像这种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发展 不断地地求精进 正是我们政府施政的重要原则 所以这个奖为什么有研考会 就是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 所以我们政府效能能够提升 我们要给朱主委 还有所有的研考会的同仁 谷歌掌你们好不好 这是博中的 然后应该平衡的民众 也会为在座的29个受表扬的机关 跟首长还有同仁们 做最大的掌声 来谢谢大家的需要 我们希望每一位 都像卫生署 杨继正一样 每一位都像29个 今天受表扬的西方一样 都能以为民服务为荣 以让民众满意 觉得非常安慰 非常愉快 然后乐在工作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健康愉快 工作顺利 谢谢